16859跟16870 他们两个入住时间有重叠 那他们的房间就在隔壁 所以我们比较慎重 又多一位染疫台北市中正区防疫旅馆 按16859隔离期满后才确诊 北市府扩大匡列裁检 结果隔壁房的按16870也确诊 他的检疫期会到19号 12月6号其实他就有不舒服 168705号从美国返台 6号就出现发烧咳嗽症状 因为返台裁检疫性只做视讯诊疗 14号确诊CT值31 研判比16859更早感染 而且跟他同团从美国回来的 还有19位旅客 那他们都住到同一个防疫旅馆 目前分布在各个楼层的房间 同一个楼层有两位旅客 同楼层的部分 我们先送到集中检疫所去做居家隔离 不止同团的集中隔离裁检 卑市府从案16859周边着手 除了16859在宜兰的四位家人PCR阴性 防疫旅馆同楼层11人 还有6人不知道裁检结果 其他楼层跟12位员工 目前没有人PCR阳性 不过宜兰县政府也不敢大意 先公布16859足迹 12号中午16859曾到超商加美门市 县府强调不是在当地感染 但是他的商店单时间非常非常短 所以我们对他店长跟店员 做过筛检是阴性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要求他 落实自助健康管理 防疫旅馆旅客接连确诊 台北市政府急着要补破网 找出漏网之余 TVBS新闻流利成功 是唐妮皮SN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